这边是守力三二 三二变二三 周琦篮下的勾手拿分了 不过知道可能一上来想球变 就是回让周琦就是简单的要求一对一 所以四川现在的球队成绩影响的最大因素 其实就是防守 非常明显 防守和篮板很多关键的防守数据都排在联盟里面最后 但是实际上进攻是不错的 是 看看有没有帮助 但是高登确实是按照以往这两年的经验 要空中尖利也没扣进去 是 差点险些首秀的第一个五加球要出来 跟一个夹击但是后边的人也没提上 再送空中尖利 刚才全场防守有些脱节 防了第一环节 再给到篮闪的周琦 我感觉中间这两个人都能得分了 还是门罗大周琦 也是要打 用脚步挨帽 我前面说的 周琦防他其实有优势的 马上布鲁克斯找到了周琦 攻击的欲望非常强 第一下感觉就是要扣的 徐杰上球很快 球被断了 又露到了周琦的手中 再给到杜仁王篮下打成 马上点一下 给到后场的周琦 调整时间非常的长啊 三分临近 磕到前沿之后 又一次打击 这个对球员的信心是很大的一个提升 很大于这些年的 公园距离是很准 周琦给到我的四 我的四 拍手就有啊 谢谢大家